首领 首领 你是怎么教他的 事情还没有交给他去办 就先惹着宋田儿跟李洪秀怀疑 只怕他没有杀了楚留乡 楚留乡先来杀我 属下该死 待会一定用迷信大法教导 你过来 你要是再让李洪秀跟宋田儿怀疑 就杀了他们 首领 这样岂不是打草惊蛇 那又怎么样 杀了他们两个 就等于砍去楚留乡的双手 到时候楚留乡一定痛苦万分 哪有闲情去管我们 就怎么办了 首领所言甚是 只怕楚留乡伤心过后 又会重新振作 到时候恐怕会节外生枝 我倒想看看小李飞刀跟我的第十四剑究竟谁厉害 胡铁花 在 不要呆头呆脑的 看你这样就让我讨厌 难道你以前也是这样吗 你过去的表情行为是什么样子 就变回那个样子 现在的你 一看到就知道重点明星大法 谁见的都会怀疑 知道 我这就变回过去的胡铁花 怎么样 这样是不是好一点了 我这一笑呢 我就想喝酒 首领 有没有想象跟我去喝他三百杯 我知道有间酒馆的竹叶琴相当好 记住 不要再让我生气 否则你的结局只有一个 就是死 这个我当然知道了 其实我心中不知道多害怕 所以越害怕就越笑得开心 越开心就不会让人怀疑了 对不对 滚 我现在马上滚回千山渡 我就做回过去的胡铁花 人家不相信我就应该把他杀死 对不对 首领 对不起 这个酒鬼的个性有点奇怪 自从中了明星大法之后 反映也跟常人不一样 他要是跟常人一样 我就怀疑他没有中你的明星大法 不会吧 胡铁花跟楚流香是那么狡猾 让人防不胜防 只要他的神智 不再让人起疑 以后可以让他担当大人 是什么事情 你问的也太多了 记住 你的职责就是让所有人对我忠心 知道吗 是 你走吧 我需要你的时候会再找你的 属下告退 对不起啊 让你给首领骂了一段 你好不到哪儿去 首领那几巴掌也不好受啊 当然不好受了 如果他再多加点内力的话 我这张俊美的脸庞就要报销了 看你这个样子好像非常开心啊 我胡铁花本来就是一朵开心快活的小花嘛 好好把交代你的事情办得过 或许很快的你就会回到网狱的快乐日子 希望真是这样 这什么样子 难道你又忘了 要做个开心的胡铁花了 没酒了 找个地方喝一杯好不好 有没兴趣 不 你走吧 首领贼是会招见我 那我就不勉强你 我先走啊 再见 再见 我回来了 你昨天晚上去哪里了 叫人担心死了 有什么地方去 还不就喝酒 你干嘛一个人喝酒啊 不觉得闷吗 为什么不叫我们陪你 实力相来 这次大漠之行啊 也就是死里逃生 到现在惊魂未定 拿酒杯的时候 我手还会发抖啊 叫你们去的话 你们看起来不是就笑我 那你现在还不要喝酒压压惊啊 不喝了 昨天晚上喝很多 哇 胡铁花推酒啊 这要传出江湖 一定是一件大事哦 来嘛 再喝一杯嘛 好吧 多我也不喝 要喝就喝一壶 这什么酒啊 怎么这么难喝 哇 这比石造水还难喝 哎呀 这些竹叶琴啊 一定不到三年 这种酒给猪喝差不多 看来胡大哥的舌头 恢复正常了 以后 不能再用低等 劣质的酒 骗他了 那当然 我昨天晚上刚刚回来 还惊魂未定才上你们的当 我现在呢 喝了一整个晚上的酒收了尽了 才不会再上你们的当呢 哼 你们两个赶快去买些好酒回来 要不然 我睡醒呢 给九重咬 我就咬你们回来报仇 哼 我想我们还是小心一点的好 啊 要是楚大哥在就好了 他们二十多年的兄弟 胡大哥有什么事 一定瞒不过楚大哥 只怕连楚大哥也瞒过 那样的话 我们的性命就真的有危险了 洪秀姐姐 你不要老是往坏处想嘛 总而言之 小心使得万年传 知道吗 知道 啊 怎么样 要胡大哥说故事哄你睡觉 你怎么会知道 我就是来听你说故事的 说故事没用 我有一个办法 可以让你更好睡 你果然中了明星大法 你现在知道已经太迟了 胡大哥 你 既然杀了红秀 那干脆把田也杀了 一并了结 田儿 田儿 胡大哥 什么事 有件事我要告诉你 什么事 红秀死了 什么 谁杀了他 我 你来了 怎么不信通知一声 小警将近来的 对了喝不喝酒 我这里有个上海的竹叶青 宋天儿也死了吧 捅了十几刀应该死了吧 你要不要再多捕一刀 不用了 你先把他们尸体 丢到海里面去 我去报告首领 好 那你赶快回去 麻烦你跟首领说 好 好 这 我 它 致 身 猪 得 什么